嘿,大家好我是翼王 欢迎来最新机的开箱用完录 今天我们来开箱上手的是 搭载了AMD最新的6000U系列处理器的轻薄本 惠普的ZenX 走在今年年初AMD就已经是正式发布了他们的锐龙6000系列移动处理器 但是很快就上市了的只有标压版本的 比如6800H什么的 低压版U字尾的处理器一直卡着 中间还推出了5625U、5825U这样的过渡产品 然后在差不多半年之后 这个6000U系列终于善善来迟 我终于买到了这一台 搭载了R5 6600U处理器的惠普ZenX笔记本 除了处理器之外 这台笔记本的配置是13.3英寸、16比10的屏幕 16GDDR5内存、512G的固态以及1.3kg重量 除开CPU以外的部分 和之前那两台英特尔12代i5处理器的轻薄本还挺像的 不过这台机器我买到手的价格是5299 比之前那两台贵了差不多1000块钱 而且它没有雷电磁接口 所以我希望它在CPU、模具、散热续航等方面 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 哦对,晒单还有正品 到时候拿到手看一看是不是好东西 哦,还有标签续航是17个小时 这个如果是真的那确实是挺不错的 这个包装不得不说还是有一点意思的 它在这个常规的牛皮纸笔记本包装外面 贴了一层这个彩画还算是有点特色 在标签上面能看到这台笔记本真正的型号是HP EliteBook 835G9 说起来我第一次买锐容处理器的笔记本 正好就是惠普的735G5 也算是缘分了 这次买惠普是因为之前已经买过戴尔和红旗了 这次想试一下新的 包装剩下就没有什么好看的了 来,开开开开开 哦,这又是另外一个包装风格 但同样这些纸片还是随便扔 我差点以为里面还有光盘了 Important Product Information 该说它环保呢,还是该说它不环保呢 就这两张纸还要搞一个信封 这张纸是保修卡,这张更重要它又不放到信封里面 充电器,小小的 但是 又给配了这个电饭锅线 梅花头的 纸壳,纸壳 纸壳,薯条Logo 不对,应该这样 试一下哦 诶,是可以的 倒,然后也 诶,哦,这台可以打到完整 还算挺有质感的 继续,插电,开机 居然是两层的Logo 哦,这触摸板很滑 换键手感不错 激活的时候风扇有一点声音 但是比前两台安静多了 确实是安静不少 哦,原来这个是带有Windows Hello 带有红外线人脸识别的 来试一试 这就可以了吗 就是这么简单,一切就是 哦,又检查更新,已经检查了几次了 剩下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无镜无显镜到桌面 但是这一个预装的东西好像有一点多 会管家,会普管家,会普闪传,会无忧 MyHP,还有一大堆HP开头的驱动以及管理软件什么的 这还有个金山文档和HP Easy Clean OK,那么来看一下外观 和之前玩过的0月13的风格不同 惠普站X的边缘采用了较多弧线的设计元素 整体看上去是比较圆润的 它出来的效果还是比较高档的 虽然严格来说,这还是Mable Air风格 A面正中间是已经变成了经典的闪亮的薯条LOGO A面底下有胶垫,但它不是上盖下沉的设计 应该只是为了开到最大角度时防止磕缝掉漆 B面左右是窄边框 顶上因为有Windows下楼红外人脸识别,所以宽一点 不过这个东西是真的好用 我是汗手,加上折腾DIY 经常接触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手指容易掉皮 指纹识别就经常用不了 然后它这个摄像头也是有物理防偷窥盖子的 屏幕是16比10的,适合办公看文档 但是在商品介绍页上面从来没有提过分辨率 一看实物果然是1920x120的 也就是1080p加高一点 没有之前两台的2.5K屏幕那么细地 不过在13寸下真的还行了 我觉得还要开150%比例文字才不会太少 以前23寸的1080p显示器不还是这样用吗 这块面板实测最大亮度是400nit的梳头 这个倒是比之前两台要强 色域覆盖差不多是100%sRGB 色域容积它还超了一点出去 校色前色准也是不怎么样 校色之后倒是相当不错了 用U4TES的黑白闪烁去测屏幕的响应时间 上升和下降都是7-8ms这样子 跟0月13 Pro的表现差不多 过来看一下笔记本的C面 键盘的手感也是偏肉一点,不脆 弹力倒是感觉比0月13 Pro的大一点 方向键也是加长中分的款式 作为定位高点的轻薄本 虽然已经有了红外人的识别 但它还是配了指纹识别 只不过和电源键分开了 所以用起来不是那么的方便 电源键在两个删除键的旁边 不过它加大了弹力 点按比别的键困难一点 而且也是轻点 不会锁平的要长按才行 所以误出的概率应该也不大 触摸板的面积比较大 上面是玻璃材质的,非常的顺滑 而且很稳 按压的力度要求也不高 点按的手感很好 不像前面两台那样是松松垮垮的两段式 果然是要加钱才能变强 底部还是常规性滑本那一套 左右是喇叭的开孔 中间散热进风 然后上下长条状的脚垫 比较特别的就是 边缘只有左右和上方有螺丝 底下没有,估计又是卡扣了 而且平常捏这个地方它有声音 Io接口还算丰富 USB Type-A都有两个 同时那两个Type-C接口 除了支持输入充电之外 虽然商品详细页上面也没有讲 但其实是USB4的 能兼容雷电3设备 我们测试了雷电3移动硬盘能正常识别 设备管理器里面也能看到Thunderbolt 这算是终于解决了中高端锐龙青瓦本用户的一个痛点 我买这台机器的时候 完全只是为了6000U系列锐龙笔记本处理器 其他细节没有花太多功夫去研究 它真的还给到我挺多惊喜的 然后笔记本的左右两边还有塑料块塞着的缺口 小的那一个是SIM卡槽的站位 这个机器有4G版本的,可以直接插卡上网 我买的是WiFi版就没有了 另外一边应该是高端机型可以支持企业的插卡认证和解锁 这台低配板就砍掉了 总之除了那个奇怪的外壳按压声音之外 整体做工在这个价位的Vin阵营商务本中还算是OK了 感觉应该是和其他的EliteBook高端机型共用模具的 差点忘了充电器它也是小体积65W Type-C的 然后非要配一根大大的电范锅线 接下来看一下笔记本的配置 CPU型号是R5-6600U 和上代一样是6核12线程没有大小区分 同时采用了台积电的6nm工艺 核显GPU在时背不出型号 官网上面写是Radeon 660M,只有一个零 作为对比6800U是8核16线程显卡核心数量还是6600U的两倍 可惜真的贵太多了,6800U青毛本基本上都要六七千块钱 这个价位都能买到带独显的笔记本了 而且青毛本有散热和供电的限制 也不知道6800U这核显能不能发挥出来 另外青毛本用户也是办公需求较多 内存是DDR5-48,商品详情页和官网都没有看到是不是LP 估计就不是了 i打64里面还识别错了 带宽比之前台日机和零月上面测出来的低不少 有可能是颗粒数量的问题 台日机上单8G的D5带宽也是比单16G的要低的 延迟倒是比零月13上的LPDDR5低一些 SSD是SM810 PCIe 4.0的 缓内测试表现还可以 看别人的评测它是全盘SLC 而且缓外性能不太行 不过日常用应该还是可以的 连续5次64GB测试最高温度58还算凉快 再过来就是CPU和显卡跑分了 这次用的是默认的平衡模式 在惠普自己的软件里面我们没有找到模式切换 至于Windows的电源计划 我们试了一下平衡模式和性能模式跑出来 成绩只差一丢丢 基本在误差范围内 用监控软件看了一下 常识功率都在25W这样子 所以测试就干脆用全默认的状态跑了 好,那我们来报一下测试成绩 Cinebench R20和R23单核和多核 6600U都比1240P要弱上一些 因为非凡S3禁用DTT之后的成绩 和0月13Pro急速模式的成绩非常相近 为了不让表格太挤就没放出来了 不过考虑到1240P的笔记本这几个模式 在跑Cinebench时都是睿频到30多瓦的 所以6600U这个表现其实还好 上一代的5600U我没有测 看别人测试的小型Air14上面30W的5600U 多核得分和这里的6600U基本相当,单核要弱一些 连续10次R23多核测试 6600U的成绩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非常稳定 几十分浮动可以忽略 1240P的笔记本如果不锁住最高功耗 长时间跑分是可以掉到7000分甚至更低的 在X上的6600U算是采用了不一样的功耗策略 同时按照常识锐频的功耗和得分来换算的话 6600U的能耗比是比1240P要高的 3DMark5里分因为跑的时间比较长就能看到 锁30多瓦的最高功率的1240P 比25瓦的6600U得分高 而下降到20多瓦功率的1240P 它就比6600U弱了 Bray5CPU渲染测试可能是因为时间短 1240P两个模式下成绩差不多 然后6600U和1240P的差距居然还挺小的 接下来是CrossMark测试,这个软件吃单核为主 0月13Pro和占差的差距就和前面的单核测试差距差不多 非凡S3普通模式表现这么好 是因为PL2设置到了60多瓦 日常的小任务处理起来它确实是比较快一点 最后是老软件W Prime,多核1240P赢了 单核还是6600U和11代i5有一点小优势 非凡S3的那个单核成绩就应该还是PL2的原因 过来就是锐龙APU最有优势的GPU部分了 3DMark理论跑分,6600U的FS层级和1240P差不多 TS好上那么一些,一眼看过去显卡性能好像差得不多 但是大家都知道,3DMark跑分它只是理论性的 不适合跨架构对比,还得看实际游戏 CSGO 1080P低画质,6600U比满功率运行的1240P多了10%左右的帧数 不过这个游戏除了显卡性能,还吃CPU单核性能 为了确认核显的差距,我们还跑了CSGO 1080P高画质 这个状态下6600U比满血1240P高了一半左右的帧数 确实是要强不少的 过来是古墓11 1080P最低预设 6600U同样是比满血1240P强了一半左右 当然还是只有四日来帧 单机大作的话还是稍微有点勉强的 老游戏或者有FSR加持时会好一些 Dota 2 1080P最低画质,6600U和1240P打得有来有回 不过考虑到功耗的差距 游戏体验感觉还是6600U好上一些 毕竟100帧以上那一点差距你可能感觉不出来 笔记本的温度和噪音就在你的面前 最后是烤机,双烤FPU加甜甜圈 20多分钟后依然稳定在25W CPU温度显示是80出头 整机输入功率和0月13Pro的急速模式对比 确实是低了10W以上 然后纯默认没有开什么静音模式的情况下 也没有找到在哪开 这样X的噪音也只有40分位不到 这个机子确实是相对比较静音的 不过散热表现就差一点了 WASD位置45度,转轴出风处50度 真用这本子长时间玩游戏的话 还是要电高或者是底下加风扇什么的 单烤FPU的话,爱达64显示的功率温度和双烤时是一样的 但是整机实际输入功率会低几瓦 可能是CPU太新了 爱达64还识别不完全 噪音倒是一样的,应该是这个就是风扇满速的噪音了 热成像显示机身温度也是低了几度 还有续航PCMark10现在办公室的测试结果是13小时 按照除以2来看,比R40P其实也就多了一个小时左右吧 最后我们把这台机器拆开来看一下 希望这个脚垫上面没有螺丝吧 它这个螺丝好像是有防吊设计的 取下来是挺快的,还好没有螺丝 目测应该没有掉卡扣,还有这个底盖应该是金属的 内部整体做工一眼看过去应该跟零月差不多水平 电池是51.3Wh 左右两边喇叭音箱也是比较长的 板在内存在屏蔽罩下面没有问题 但是它的SSD也加了一个屏蔽罩 好在它这个罩子好像是卡上去的 边角位还专门留了一个提手以及写了一个Pool 那我们就来Pool一下吧 取下来了,还是很简单的 SSD就是SM810没有问题,性能前面已经看过了 然后这个内存能Pool,正好我们也来Pool一下吧 OK 切开屏蔽罩之后,里面是8个海力士的内存颗粒 我们仔细对了一下 颗粒的编号和我们之前测过的 台式机海力士DD25内存是完全一致的 估计相当于两根8G组成了双通道 也就是rank杀得少了,所以带宽才会比较低 SSD的屁股后面还看到一个写着NFC的插头 但是没有接线,不知道是预留给什么机型用的 SSD的旁边还有一个空着的ML卡槽 这一个是预留给4G模块的 从这个圈口可以看到它的SIM卡槽是有针角的 只是塞了一个数量模块进去堵住 看别的EliteBook的评测 自己加了4G模块之后这个SIM卡槽就可以用了 插了SIM卡之后就可以实现4G上网 不过835这个机型它是4根天线的 我查了一下4根天线的4G模块要贵一点要200多 当然比直接买惠普的4G版本还是要便宜一些 另外我以前的735在这个位置是可以装SATA协议的SSD的 新款不知道还行不行 WiFi无线网卡上面没有看到型号 同时它的天线是比较传统的在上盖的 散热器是单热管单风扇 但是它压住了而且比较安静 强识锐频功耗25瓦这个策略使用上还是比较舒适的 底盖上面的这两片散热胶垫对应的是SSD差不多主控的位置 以及无线网卡 难怪SSD的温度可以比较低 好那么来到总结时间了 总体来说惠普在X上的这一颗6600U 对比之前测过的1240p满血模式 CPU多核最大性能要弱一个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 单核也弱一点 但是常识锐频功耗低不少 实际的半空使用体验6600U其实可能会好上一点 日常办公操作可能会慢上那么一丢丢 但是噪音这一些可以小一些 而且游戏表现也是6600U更强 还有使用GPU的软件应该也是它更好 i5-1240p是CPU部分峰值性能更高 但是更耗电 同时为了压住发热散热器也要更吵 性能持久度也是一个问题 不过目前6600U青毛本可以选的比较少 价格也相对较高 虽然占插的模具确实还可以 整体的感觉就非常的商务 还有Windows Hello红外人脸识别 还能自己加装4G模块 就是i5-1240p带雷电4的本质都已经做到4000多了 不带雷电还要更便宜 1000块钱的差价还是不少的 所以这里就要看你的需求和预算了 当然不急用的话也可以等一等新一代处理器降价 还有为了产出更多更好的视频 我们工作室最近又又又招人了 这次主要是评测和摄影剪辑这两个职位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暂停看一下要求 如果没有业余的独立的真正作品 好玩的毕业设计也是可以的 好,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 请关注的顺便点一个订阅 就不够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 我是翼光先生,再见,拜拜